接下来是一个重点 重量百分浓度 有计算 但是有很多题目是不需要考计算 只需要有观念 能够理解就可以 容易 就是两种以上存物质混合在一起 就叫做容易 混合均匀的就叫容易 OK 所以它可以外表上是固态 可以是液态 可以是气态 虽然我们国中基本上只教水容易 所以外表上是液态 但它实际上可以是固态 可以是液态 可以是气态 所以比如说像合金 就是两个金属混合 这个是外表上是固态 然后或者是气态的混合物 风气气态 那我们一般教的就是看起来液态 我们叫水容易嘛 溶与水 溶与水 这个叫做外来液态 但是我们基本上只考虑这个水容易的部分 那么溶液 然后有分锁所谓的真溶液 真溶液就是那个里面所溶起的东西 所谓的溶质 它会变得非常的细小 然后分布在溶液 就是比如说水里面的 它看起来会是一个透明的 我只说透明 我没有说无色 我没有说无色 硫酸溶水溶液是蓝色 蓝色糖水 这些东西叫做所谓的真溶液 然后胶态溶液 比较颗的比较大 它会形成光路 我们在刚初上课的时候 给各位看过照片 会有一点光的现象在上面 看过照片 然后光路的 另外一种其实不太叫做溶 它其实不是要溶 它是飘在里面 它是悬浮 没有真的溶液 它是飘在里面 所以你放久它会沉淀下 放你它会沉淀下 像泥沙跟水喇喇 以后看起来浑浑的 可是你放久 那个沙子会沉淀下 要三种容易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刚刚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 有提到这个名词 所以溶液跟溶质 糖溶于水中 那么这个水是溶解其他东西的 所以水就叫做溶液 我们基本上只要是有水的 我们就把水当作是溶液 它如果没有水 然后A跟B混在一起 那我们就会把那个多的 比较多的那个叫做溶液 如果那个叫溶液 那如果是有水的水就是溶液 溶其他东西呢叫溶液 然后被溶解的东西就叫做溶液 糖溶于水中 那么糖就叫做溶液 研发溶于水中 研发叫做溶液 所以被溶解或者是量少的 我想说A跟B混在一块 那么B的量比较少 那我们就说B叫做溶液 B叫溶液的量少的 我们先说所谓溶液 然后两个拿在一块 就变成所谓的溶液 所以溶液就是溶液加上溶液 就是糖水就是糖加水 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跟各位讲过的 文言文叫做溶液是溶液加溶液 白话文叫做糖水是糖加水 混在一起就叫做溶液 糖水就是糖加水 那你就会记得比较清楚 因为生活上就知道了 糖水就是糖加水就知道了 文言文叫做溶液等于溶液加上溶液 就是我们的意思 那么我们国中教你们基本上都是水溶液 溶于水 但是你当然知道 水无法溶解所有的东西 我们以前在教溶液化物 所以你说 有水是不互溶的 所以水就无法溶解油 那么 可以要靠别的东西去溶解 那么溶于水就叫做水溶液 没有溶于水是所谓的非水溶液 所以我们这边举的一些例子 什么洗衣笔的墨水 沙拉油 什么之类的 看一看就好 活中生的学习跟考试 除非有特别声明 否则我们一律指的都是水溶液 我们讲的都是水溶液 就是跟各位介绍 溶液 什么叫溶液 溶液有哪些种类 跟一些说明跟解释 OK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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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